嗨 大家 我是烏青 今天呢 場景非常不一樣 而且看一下我的造型 對 我今天就是 剛下班回到家 然後在煮晚餐 然後在想說今天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想到說 我前幾天在逛寶亞的時候 然後看到了那個辣雞麵 你知道嗎 大家 韓國的辣雞麵 竟然有兩倍辣的版本 各位 兩倍辣 看到了嗎 這是韓國的那個三養 第一版是號稱說 是地表最辣最辣的泡麵 沒錯 然後 我那天就逛寶亞 然後就看到 它竟然出了兩倍辣的版本 因為之前大家都聊挑戰 這個嘛 一倍辣這個 聽說就非常辣 也沒有聽說 其實我都吃過了 而且它 不只出了 就是 一倍辣的版本 還有出 起司口味的版本 咖哩口味的版本 然後它還有出湯的欸 湯的這種 這種 對 但是 我覺得 湯的最不好吃 應該 絕對不好吃 因為我覺得 我習慣 那個 可能我一開始吃 我就吃它們的 乾的這個 原味的最原始的這種版本 然後 吃了我覺得 恩 好吃欸 對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敢吃辣的朋友 基本上我覺得 你這個會很愛 因為它其實 剛吃下去啊 它會有點甜甜 就是很像是那種 泡麵 然後拌那種甜辣醬的感覺 然後它的辣是在後勁的辣 對 沒錯 就是這一個 它們第一代的版本 是這種 然後 因為我吃 這種我吃乾的習慣了 就是 那天我吃的這個湯 我就覺得 恩 就是那個味道有被稀釋掉 我就覺得沒有這麼的好吃 對 所以 恩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 乾的版本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 很敢吃辣的朋友 你可以買這個 起司口味的泡麵 恩 起司口味的這個 因為起司口味它還有一點點奶嘛 起司本身就是奶製品 所以 基本上它可以稍微 中和一下那種辣辣的感覺 那起司口味的味道 就是又多了一個奶香味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不敢挑戰這麼辣的朋友 你們可以先 這個 試看看這個 所以 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 這一個 好 有沒有很可怕 而且你看它這個圖案 超可怕的 就是辣椒 然後用這個 spicy x2 對 它已經 原本的那個版本 已經是 地表上最辣的版本 然後 我不曉得為什麼 它們還要再出這個 就是 double spicy的版本 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看起來有點可怕 但基本上呢 我是一個 非常這樣非常愛吃辣 就是 試辣如命的人 所以我覺得 嗯 我吃完第一版 第一 就是我吃完他們這個版本 就是一倍辣的這個 就是 這個已經號稱是地表 最辣 還是第二辣的 泡麵了 這樣子 然後我不曉得 它竟然出了兩倍辣的版本 各位 對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熱量有沒有差 好了 它這邊熱量都是寫 喔 稍微高了一點 它這個 原本的這個 第一個版本 這個熱量是 一包是530大卡 然後 這個 呃 就是兩倍辣的版本 是545大卡 所以 熱量稍微多了一點點 不過沒有差很多 基本上 那 你如果不是一個 很敢吃辣的人 建議你還是不要挑戰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就有點害怕 就有點緊張這樣子 因為 我本身是一個 非常愛吃的 我吃麻辣鍋 可以吃大辣的那一種 然後吃大辣 還要沾腦辣椒 就是生辣椒醬油的那一種 對 所以 基本上我是一個 吃非常辣的人這樣 對 那 呃 如果你真是一個 不敢吃辣建議就是不要輕易挑戰 因為其實 其實有多 蠻多人吃完真的會覺得 身體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今天要來挑戰這個啦 那我先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好 OK 基本上它裡面就是 就有一包麵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粉 其實一樣欸 因為它的那個 黑色的那個包裝的那個 第一版的那個 包裝也是一個辣醬 這是他們的那個辣醬嘛 然後跟這個 就是有點類似那個 海苔 海苔粉吧 對 就是可以提味食用的這個 那 辣呢 主要是來自於這一包 對 應該是這一包在辣 不是應該是這 一定是這一包在辣 對 所以它好像也沒有多了一包什麼東西 就基本上就是兩包調味料 然後跟這個 裡面就是一包麵這樣子 好 我現在要來開始煮麵了 我先把熱水打開 然後呢 煮法的話 就是你加600 600毫升的滾水在裡面 然後呢 就是煮五分鐘 把麵放下去煮五分鐘 OK 然後五分鐘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拿起來炒 但因為這邊我不太方便炒 所以我就多滾一點時間 我可能會煮個六到八分鐘吧 然後再把它撈起來 直接加那個醬料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要把麵加進去啦 來計時 好 基本上呢 嗯 基本上韓國的泡麵呢 它們都是這種粗粗的麵 所以都是煮不太爛的 所以你可以煮久一點沒關係 然後因為我本身習慣吃那種 很軟很軟的麵 所以 我習慣就會再多煮一點 然後當然是這種 本來就因人而異的 的口味啦 所以就看你們自己喜歡吃多 多硬柔 多軟的麵啦 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我要把火關掉了 然後 六分鐘其實是因人而異啦 就是我喜歡 因為我本身喜歡吃很軟的麵 所以我都會煮久一點 但基本上你大概煮到五 四到五分鐘 或是甚至你喜歡吃硬一點的麵 你也可以煮硬一點 我要把它撈起來囉 嗨各位 我下面已經煮好了 那我現在要把這個泡麵給加進去 這個 阿辣的醬 兩倍辣的辣醬 這裡還跟你講 還撐以二勒 太扯 希望我等一下 因為我只一個人煮 希望我等一下 不會發生什麼焊事 感覺很恐怖耶 因為它這個看起來真的還蠻辣的 好我現在要把它加進去 它的顏色其實跟 顏色跟那個 他們的第一代的那個 顏色其實是一樣的 海苔粉 這個海苔粉加進去 我覺得聞起來味道跟 聞起來的味道跟那個第一代的沒什麼差別 好 擦看一下 現在把它攪一攪 你看那個顏色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看呢 試到第一代 是因為那時候我也是看那個 很多youtuber都在推 都在吃這個 然後 每一個會吃辣的都說好辣好辣好辣 真的每一個喔 每一個都很會吃辣的 然後也都說很辣 所以我就想說我買來試看看 欸 所以是其實 它真的會辣 第一代真的會辣 然後 第一代的辣呢 是那種 甜甜辣辣的 然後後勁很強的那一種辣 我現在口水一直在分泌耶 因為我本身真的是一個超愛吃辣的人 就是認識我的人 應該就像我是一個 嗜辣如命的女人 就是吃什麼都要配辣椒 好那我要開動囉 喔 有辣 第一口就辣 第一口就辣囉 各位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臉 就是開始從白色然後慢慢的紅紅紅紅 希望大家不會嚇到 希望大家不會嚇到 喔 這邊第一版的那個 就是這個啊 這個的辣 它第一口不會這麼辣 它的辣是你要吃到大概第二口第三口 它的辣的味道才 才有感覺 那這個呢 第一口就是辣 真的辣到那種頭皮會發麻的那種辣 有點誇張 太扯了 很快 頭皮發麻 我覺得我的食道跟我的胃 都在燃燒 有種佐熱感 可以喝一口湯嗎各位 我想喝湯 我今天晚上 我今天晚上還煮了湯 對 就是這個 白菇豆腐湯 所以 我要吃辣泡麵 然後配熱湯 我覺得我等一下要流眼淚 那吃辣的人 千萬不要配熱湯 我超愛這種熱熱辣辣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痛快的感覺 對 唉 爽 好 我要繼續吃麵了 基本上它那個甜甜辣辣 它那個甜甜的醬 跟它的第一袋的味道是一樣的 對 但是辣度明顯提升非常多 因為我剛才有說嘛 它第一口 第一袋的那個 你吃下去第一口 並不會辣 真的 那個辣是厚勁的辣 然後吃下去 其實吃下去一樣是甜甜的感覺 可是呢 它第二袋的辣是那種 你第一口進去 然後 馬上瞬間 頭皮就麻了 超爽 這熱量其實不低耶 500多大卡一包泡麵 然後 我就想說 那我就 用 煮一個 熱量比較低的那種 百菇湯這樣 半速消化 希望我的明天 希望我明天 好喝 嗯 那個辣 那你的嘴巴就一直想動 因為 一直動就比較不辣 你現在臉好燙 你還好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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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辣 真的很辣 我都流眼淚了 真的嗎 噢 你噴了幾巴 欸那真的很誇張 一代人你試一下去第一口還不會辣對不對 吃第一口啊 你就頭皮發嘛 瞬間喔 噢天啊等一下 我流眼淚了 燙好啦 啊 你還錄得下去嗎 還在錄 噢好辣喔 而且這真的很辣欸 不開玩笑 你沒有吃電話嗎 噢 我的胃啊都在左手 我看還剩多少 我看還剩多少 要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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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我沒有買啊 我還吃完了 恭喜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啊 太辣 這真的好辣欸 喔 喔 我你的頭皮在發麻 然後眼角一直流眼淚 這兩倍辣 不是開玩笑的 這真的是那種 你頭皮會發麻 然後 你的胃 從食到 你到你的胃 到你整個肚子 你就覺得你的肚子在燃燒 喔這真的是我吃過最辣的東西了欸 我沒有騙人 我沒有騙人 真的好辣喔 天啊 我覺得會比較耳鳴欸 他這聲音好小聲 人家聽著講話的聲音好小聲 好 好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做結論欸 結論就是一句話就是 不要輕輕 因為 結論就是 不要輕易嘗試這一包泡麵 我覺得 我現在人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然後頭皮還在發麻 然後耳朵在耳目 來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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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